大家好 本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章增值税法的一般计税方法当中 销售额确定的第三种方法 差额计税当中的第五项客运厂站服务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客运厂站服务它是属于现代服务当中的物流辅助服务 所以它适用的税率是6% 那么客运厂站服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啊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 说我们有一个托运方的A公司呢 它准备把一批货物运到B公司 于是呢 它来到了提供客运厂站服务的长途客运站 说我呢 给您3000块钱 您呢 帮我把这批货呢 拉到B公司的货场 客运这个长途客运转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呢 找到了司机小王 给了司机小王2500块钱 让司机小王实际的作为承运方 把这批货物拉到了B公司 那么问一下大家的就是 长途客运站 它是以它从托运方A公司收到的这3000块钱 作为它的计税的基础 计提肖项税额的数字 还是按照减除掉它支付给司机小王的 这2500块钱之后的500块钱 作为它提供这个客运厂站服务的一个销售额呢 答案呢 是我们按照500块钱来计提销项税额 为什么要让客运厂站服务可以差额计税 就是因为我们想一想 在很多的这种长途客运站啊 它可能路上随便就找一个司机 找一个三轮车 直接就帮您把这个货给拉走了 所以作为个体来说 它是很难给提供客运厂站服务的 这些一般的纳税人一张专票的 那么他们既然拿不到专票 就无法作为尽项税额来抵扣 好吗 这就是第五项客运的厂站服务 接着第六项旅游服务 那么旅游服务呢 是属于生活服务当中的旅游的娱乐服务 那么旅游服务的销售额也是可以差额计税的 但是呢 它是可以选择性的差额计税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公司呢 组织优秀的员工出去玩 这个时候呢 找到了旅行社 支付给了旅行社三十万 那一般来说 接活的这种旅行社呢 咱们一般管它叫做组团社 那组团社 它安排了什么 餐饮呀 住宿呀 交通呀 签证呀 门票呀等等 它花了十万块钱 紧接着我们到了旅游的目的地 这个时候就不是咱们组团社的事了 就是地接社的事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要在当地 找一个接团的旅游企业地接社又支付了 它十万块钱实际上的带着的 我们这些公司的员工去玩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作为组团社来说的话呢 它其实实际上能揣到兜里的呢 就是这十万块钱 所以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那作为组团社 它是按照它从委托方收取的这三十万 作为它的计税的基础 还是以这十万块钱作为它气体肖像税额的基础呢 这个时候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要是说旅游公司组团社 它选择按照三十万来计税 那没有问题 这时候它就给这个公司开一张三十万的专票就可以 但是呢 我们同时也允许它差额计税 也就是按照减除掉支付出去的这些住宿费呀 餐饮费呀 交通签证门票费 减除掉这些支付给地接社的这十万块钱 剩下的十万块钱 作为它的计税的销售额 为什么允许它这么做 是因为我们这个旅游服务啊 它有的时候呢 你想想咱们带这个旅行团出去 它未必找的都是那些五星级的酒店 未必找的那都是那些 能给咱们开出来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一些正规的大型的这些机构 所以有一些什么住宿餐饮呀 它可能找的就是一些民宿 还有什么交通啊 签证费呀 咱们去大使馆给人家办一个签证 人家大使馆也不能给咱开张专票 是不是 还有一些小的景点的门票费 都没有专票来作为进向税额抵扣 所以就允许他们把这一部分的费用呢 从销售额当中减除 包括支付给其他这个接团的地接社的 这些费用都是可以去减除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要是组团社 它是按照十万元钱差额继税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它给委托方开票的时候 它就只能开这十万的专票 剩下的二十万 它就只能开什么 只能开普通的发票了 那么这个委托方呢 它取得了十万的专票 它是可以作为进向税额来抵扣的 剩下这二十万的普票 它是不能抵扣的 所以呢 我们怎么去给人家开票呢 这个委托方呢 就怎么去抵扣 所以我们交的这个税和 这个委托方抵扣的这个税 它是一定要去匹配的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在这种 这个服务的这个行业 这个旅行的这个行业 我们到时候跟委托方之间要商量好 到底这个票该怎么开 如果人家一定要一张三十万的专票 那咱们这边就不能差额继税了 所以我们强调说 选择上述办法计算销售额的纳税人 向旅游服务的购买方 收取并支付的上述的费用是 不得开具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了 这二十万只能开具普通的发票 但是呢 在这个例子当中啊 咱们去购买旅游服务呢 是为了给职工提供什么职工的这个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这种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适同销售呢 也讲过 外购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它是不能怎么样 不适同销售 同时你进向也是不能抵扣的 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 你取得了多少钱的专票都没有用 但如果要是咱们不是说 给员工提供的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而是咱们商务旅游 那这时候咱们是可以抵扣的 那一般公司都肯定是想要一张 30万的专票呗 所以要商量好 这就是旅游服务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房地产的开发企业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的项目 那作为房开企业 它没有扫规模纳税人 基本它都是一般纳税人 但它就算是一般纳税人 它也是有两套计税方法的 第一套呢 叫做简易的计税方法 指的呢 就是房开企业卖的呢 是开工日期呢 是在银改增之前的这些房子 我们之前讲过了啊 说我们银改增之前呢 咱们不动产房地产的这个行业 它还是营业税的行业 所以它所有的购进 它都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都是进了成本的 那么现在呢 银改增了 咱们销售不动产的税率呢 变成9% 税幅太重 所以就允许它的一些老项目呢 是按照5%跟不动产相关的 这个征收率 按照5%征收率来减易计税的 那么如果是减易计税的话 其实谈不上差额 跟差额没有任何关系 必须要全额的积税 它应纳税额呢 就是销售自行开发房地产项目 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 除以1加上5% 乘以5%的征收率 其实这一块呢 盖房子卖房子的 租房子的 都是在咱们第八节 特殊的应税行为的 计算方法当中讲 但是呢 同时呢 因为它涉及到差额积税 所以咱们才把有一些 有三样啊 拎到了咱们 这个一般的积税方法这 那你在这呢 如果你觉得有点混乱 也没有关系 等到到第八节的时候 我会从头到尾 给你理顺这一块 等到学完第八节 你再回头来看 差额积税 跟不动产相关的 你就会觉得很清楚 那么在这 我尽量的给大家 呈现一个这个问题的全貌 也就是说 对于房开企业来说 一般纳税人 你是可以减易积税的 但你减易 你只能全额积税 而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差额积税 而对于房开企业来说 只有你用一般的 积税方法来积税的时候 才会涉及到 差额的问题 为什么会涉及到 差额的问题 咱们得讲一讲 这个原因啊 比如说 房开企业 它准备开发一个 房地产的项目 那它之前要做的 准备是什么呀 首先它是不是要 先去买地 是不是 买地占了咱们 房地产项目成本当中 很大的一块相当于是最大的一块了 咱们经常会听到 什么从国家拿地 地亡几个亿 对不对 首先你要买地 其次你要干嘛呢 你要找一个建筑设计院 帮你去设计 是不是 所以你呢 你要首先找一个设计的公司 帮你去设计 怎么去开发这个房子 之后呢 你在实际呢 找到一个建筑公司 帮你去盖这个房子 这构成了你的什么 你构进了这个 进向的税额 对不对 之后呢 你再把房子卖掉 然后呢 你产生了 肖像的税额 是不是 一般的计税方法当中 咱们就是这样的 用你卖掉房子的 价款和价位费用 乘以 这个适用的 9%的一个税率 再减去 你可以抵扣的 这个进向税额 肖像减进向 就是咱们一般计税方法 对不对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说 房开企业一般计税 还会涉及到 差额的计税呢 也就是说 允许一部分的成本费用 从你的销售额当中减除 问题出在哪 为什么不可以 直接抵扣进向 问题其实是出在了 买地的这个环节 我们说买地啊 它其实是有二级市场 有两种方式的 第一种方式呢 是从一级市场买地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你从国家去拿地 叫做国家出让给你 将土地出让给你 这是土地的一级市场 比如说万科 它从国家拿了一块地 花了三个亿 这叫做国家出让给万科一块地 那么还有一种拿地的方式 叫做从二级市场上拿地 比如说呢 万科从国家取得了这块地 它并没有自己开发成房地产项目 而是直接卖给了碧桂园 这叫做万科将这块土地转让给了碧桂园 那我们说问题就出在这 如果是碧桂园从万科买来了这块地 那万科它其实是可以给碧桂园 开一张增值税的专票 碧桂园拿来之后就可以抵扣它的金项 对不对 关键是如果这块地 你不是从其他的企业拿来的 而是从国家拿来的 国家出让给你的 那国家财政它怎么给你 开一张增值税的专票呀 它专票开不出来 你这面就没法抵扣金项 那我们说这么大的一块成本 你没有办法抵扣金项 那你是不是要亏死了呀 所以其实我们允许房地产开发企业 在一般计税方法的时候 从它的销售额当中减出一块 减出的就是 你从国家受让土地的时候 向政府部门支付的这个土地的价款 这块你不是没有办法 作为净向税额的抵扣吗 所以成本费用 直接从销售额当中减除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你的销向税额 就以你卖房子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减去你受让土地的时候 支付的这个土地价款 照样按照9%的销售不动产的税率 来集体你的销向税额就可以 那么另外呢 还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咱们说销售额呢 是以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减去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 那么这些土地价款呢 还有一些细节性的规定 这种规定它既可以考察你计算题 也可以在大体当中 以文字描述的形式去考察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要去熟悉一下 当局允许扣除的这块 土地的价款呢 包括了土地受让人 向政府部门支付的 征地和拆迁的补偿的费用 包括了土地前期的开发的费用 以及土地的出让的受益等等 另外呢 在取得土地时 像其他的单位和个人支付的 这种拆迁的补偿费用 也是没有办法取得 进项专票的 也是可以从你当期的销售额当中 一并去扣除的 所以当期允许扣除的 土地的价款 它包括了很多细节性的 小的这种内容 你要熟悉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说某房地产的开发企业呢 它是增值税的一般的纳税人 它2020年8月销售开发的房地产 告诉你了 采用一般的寄税方法 如果它采用了减易的寄税方法 它是不能去差额扣税的 就算是它有支付的这种 像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的价款 但是我们的税率 已经给你降到了 5%的征收率 那么这个时候便宜已经占够了 就不能再减出这一块了 所以只有采取一般的寄税方法 才会涉及到从销售额当中 把支付的土地价款减出的问题 那么我们销售房地产的 含税的销售额是1090万元 那假设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 直接告诉你是654万元 那该房地产呢 开发企业选择了差额寄税 这个时候咱们的销向税额 就用你的含税的价格1090 减去这一部分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 在替税之后乘以9%的税率 算出来你当期计体的销向税额 就是36万元 一定强调是在一般的寄税方法之下 房企售房一定是采取一般寄税方法 才允许你把向政府部门支付的 土地价款去减除掉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是出于隔离风险的考虑 所以呢 它往往是倾向于将不同的房地产的项目 分散在不同的项目公司去运作 也就是说呢 这种大型的房地产集团 什么万科也好 它每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 它都一定会成立一个项目公司 那往往呢 都是由万科的这个 集团母公司去拿地 然后呢 项目公司实际的去负责开发 实际的去负责报税 但是呢 这有一个问题 母公司跟子公司 它们并不是一个法人主体 是不是 在公司法上 它们是不同的法人主体 那么你以集团母公司的名义去拿地 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拿地的成本 就可以作为你项目子公司的土地成本来扣除的 那你只有同时满足了三个条件 这样呢 才可以由项目公司来扣除这一部分 支付的土地的价款 哪三个条件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呢 就是房地产的开发企业 项目公司 政府部门三方 签订了一个变更或者是补充的合同 将土地的受让人变更为了项目的公司 有政府作证 你的这个母公司拿的地 变更到了项目公司的名下 接着第二点呢 政府部门出让土地的用途 规划等条件不变 一定强调的是 用途和规划条件不变 因为你在审批的过程当中 这个都是由机关政府 机关部门 什么国土局啊之类的 规划局啊 由他来审批的 你说干什么就是干什么 你说开发商业地产 你就不能开发住宅 那么他这个用途不变 并且呢 签署变更协议 或者是补充合同的时候 土地的价款也是不能变的 你不要说你从政府是两个亿拿的 最后项目公司扣了三个亿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接着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 是由受让土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来持有的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你项目公司 是你拿地的集团母公司的 百分之百控股的子公司 强调的一定是一个 全资子公司的概念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项目公司在实物当中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项目公司组建成了之后呢 发现资金不够 于是他后期呢 又引入了新的战略投资者 那一旦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 这项目公司就不再是 母公司百分之百持股的 全资子公司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一部分的地价款 到底还让不让项目公司来扣 这就会成为一个 很大的事物风险 那当然事物当中 有一些人认为说 只要你项目公司成立的时候 有母公司百分之百控股就可以 但是实际上在各地 处理的方式都是不一样 所以一旦有这种 后期引入战略投资者 导致了项目公司股权变更的情况 一定要跟当地的社务局 去提前沟通 确认一下到底可不可以 接着我们来讲 第八项差额计税 叫做建筑服务 首先要明确的是 建筑服务可以差额计税的 只能是在适用 减益计税方法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就是 为什么允许建筑服务 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可以减益计税 哪怕他是一般的纳税人 因为其实提供建筑服务的往往呢 他跟不动产一样 他的资金额都是很大的 他往往年销时候 肯定是超过五百万的 他一般都是一般纳税人 为什么允许他减益计税 三种情形 第一种 对于建筑服务来说 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之前的 建筑工程的老项目 这个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来减益计税的 为什么呢原因其实也是跟咱们刚才讲的 房地产的企业是差不多的 因为老项目开工的时候 咱们的建筑行业呢 它还是交营业税的行业 那么我们购进的这种设备呀材料呀等等 都是不能抵扣金项税额的 你都是要进了成本的 但是好在当时的营业税的税率也低 只有3% 那么现在房子好不容易盖好了 你收到了发报方的结算款了 发现时代变了 你要按照什么 你要按照9%的税率来计算你的肖像税额了 税幅太重 所以呢就允许这些建筑服务的这些老项目呢 它依然呢是按照3%的这种征收率来减益计税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和第三种呢 在咱们学到减益计税方法当中 一般纳税人可以选择减益计税的时候 还会设计到一个叫做假供的工程 一个叫做轻包供 这两项呢也是允许建筑服务去选择减益计税的 那所谓假供是什么意思 顾名思义呢叫做假方供货 我们一般指的假方呢就是发报方 那我们一般指的乙方呢就是承包方 假方供货的假供工程指的呢 就是它全部的或者是部分的什么设备呀 材料呀动力呀等等 都是由发报方自行采购的这种建筑工程 也就是说对于承包方实际提供建筑服务的 这个纳税人来说 他自己是购进不了什么原材料的 轻包供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只提供的是这种什么 人工费 人工的服务呀 管理的服务呀等等 他不需要采购主材 或者是只采购一些很少的这种辅助的材料 那么我们说对于假供来说也好 对于轻包供来说也好 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它所有的这种值钱的原材料等等 都是由发报方去采购的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 无论是设备也好 材料也好 动力也好 它其实都是属于货物 它主要是适用货物13%的税率 对不对 那么无论是咱们的发报方 这种不动产的这种公司也好 还是说咱们承包方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也好 咱们适用的税率可都是9%呀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谁买材料谁合适 谁买材料就是低增高扣 对不对 那么这种低增高扣的这种优惠 谁都想享有 那现在假供和轻包供相当于是都让发报方 甲方去享有了 那么作为承包方的建筑服务企业来说呢 它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尽向可以抵扣 所以我们也是允许他们按照3%的征收率来减一计税的 这就是为什么允许建筑服务一般纳税人也可以选择减一计税的原因 一共就有这三种情形 那么另外既然让他减一计税 为什么还要让他差额减一计税呢 这个为什么又会有这个差额呢 减一计税已经相当于是说 把你的税率已经降到了3%的征收率了 对不对 已经很合适了六个点呢 这个呢就跟咱们建筑服务的一个特点相关了 咱们建筑服务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一般呢都是由资质最好的那个建筑公司 我们一般叫做总包公司 它去发包方呢去拿项目 拿完项目呢之后呢 总包公司它并不是所有的服务都自己来提供 它一定是会向下层层的去分包的 所以层层分包就是咱们整个的建筑服务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说既然咱们分包款会构成我们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值费用的很大的一部分 那减一计税是怎么算英纳税额的呀 它直接就是用你的销售额乘你征收率 没有抵扣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支付出去的大量的分包款 都不能作为进项税额来抵扣 这是跟咱们减一计税的计税方法直接相关的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只能允许你去差额计税 也就是说呢 从销售额当中把支付出去的分包款减除 相当于是才彻底的解决了建筑服务的这种问题 税付太重的问题 以及分包款无法去抵扣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说有A公司呢 它承包了合同价管为1000万元的建筑工程项目 那该项目的开工日期呢 是在2016年的4月30日之前 相当于呢 它是一个老项目 它可以选择减一计税 那A公司呢 将其中的300万的项目分包给了B公司 那既然它选择减一计税300万元 它就算是人家B公司给的看了一张专票 它也无法去抵扣呀 是不是 但是没有办 没有关系 我们是允许差额减一计税的 A公司在计算应拿税额的时候 它不只是可以用3%的征收率 同时它还可以将支付出去的这300万元的分包款 从它取得的这1000万元的合同价款当中 减除 所以最后呢 A公司的应拿税额就是20.39万元 这就是咱们建筑服务 为什么去可以差额寄税 并且要减一差额寄税的原因 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对比的 那对于房企售房来说呢 咱们说只有呢 你用一般的寄税方法 你才可以按差额确定销售额 才可以把向政府支付的这个土地的价款 从你的销售额当中减除来计算 你的销向税额 如果你是老项目选择减一寄税的话 二话别说直接用5%的征收率 全额寄税没有差额这回事 房地产的这个企业也不会涉及到层层分包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对于建筑服务来说 如果你选择一般的寄税方法的话 那这时候你支付出去的分包款 你就直接可以作为你的进向税额去抵扣 对方可以给你开票 你也可以来抵扣了 但是如果你选择减一寄税 也就是在那三种特定的情形之下 老项目 假供和轻包供 你选择了减一寄税 这时候你支付出去的分包款 是没有办法作为进向来抵扣的 所以咱们允许差额来确定销售额 把这个分包款 从你取得的合同价款当中减除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房企跟这个建筑服务 它刚好是相反的 对于房企来说 只有一般的寄税方法可以差额寄税 而对于建筑服务来说 只有减一的寄税方法才可以差额寄税 你一定要理解它的原因 好吗 接着我们来讲第九项差额寄税 叫做纳税人转让不动产 差额扣除的规定 那么无论是我们一般纳税人 转让他的房地产的老项目 还是小规模的纳税人转让不动产 我们都是可以选择减一寄税的 那如果减一寄税呢 咱们转让的是这个取得的不动产 而不是说自建的不动产的话 是可以选择差额减一寄税的 其实这个呢也是在第八节 我们会系统性的去讲这一块 但是在这儿呢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事先的了解 咱们在这个差额寄税者呢 主要强调的呢 是一般纳税人转让他取得的这种不动产 差额减一寄税如何来算税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他差额减一寄税差额 差的是什么呀 是允许你在寄税的时候呢 不但按照5%的征收率减一寄税 同时呢还可以将你不动产的购置的原价 或者是说取得时的作价 从你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当中减除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应纳税额 就是以全部的价款和价外费用 减除掉不动产购置原价 或者是取得时的作价 按照5%的征收率来寄税 在讲到这个税率和征收率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提到过说 只要你减一寄税 适用征收率跟不动产销售相关的 用的都是5% 对不对 这个跟刚才建筑服务的要区分开啊 建筑服务他用的是3% 而转让不动产用的是5% 那么其实这道题当中 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 虽然我们允许你在转让不动产的时候 把你购房的原价减除掉 但是呢 购房的这个原价怎么去确定 如果要是你有购买的时候的这个发票 那这个时候就好办了 直接按照这个发票的价格 去减除掉你不动产的购置原价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转让不动产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这个原来的这种 购买的凭证这个发票丢失了 你无法提供取得不动产时的发票 这时候怎么办 你直接就不减除了吗 哎 这个税务机关其实还是给你提供了 另外的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 你买不动产的时候 虽然你的发票丢了 但是你肯定是交过弃税的 如果呢 我们可以向税务机关提供 其他能够证明 弃税 计税金额的完税凭证等资料 也是可以进行差额抠除的 因为弃税它的计税基础 其实就是你的购房的合同价格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拿着这张 弃税的完税凭证 在没有发票的情况下 同样去差额抠除 但在这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 你弃税的缴纳的时间不同 你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上 是会有一点差别的 因为如果要是你呢 是在2016年的4月30日之前 你去交的契税 那个时候是一个 大家应该很敏感的一个时间点了 这个时候是我们盈改增的最后一天 如果呢你是在4月30几以前去 交的这个契税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契税的金额当中 它其实是含着营业税的 因为那时候不断产行业 还是要交营业税 并且也是按照5%的税率来交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替税的时候 你就要一起把这个税给替了 以你的全部的交易价格 含着增值税的这5%的 对不对 减轻你弃税的这个金额 一起除以1加上5%的征收率 再乘以5%算它增值税的应纳税额 也就是说你是先减 然后再去替税 一起都给替了 因为都是含税价 但如果你交弃税的时间呢 是在2016年的5月1日之后 那么这种时候 这种情况下 你交弃税的时候 你弃税的 继税的基础当中 已经是不含着增值税的了 那么你替税只需要 把你全部的交易价格当中 含着的那5%的 这个增值税给替掉就可以 所以这时候相当于是 你是先替税 然后再减除你的 不动产的购置价格 再乘以5%的征收率 所以在这个转让不动产的 这个差额继税这个地方呢 这个弃税这一块 是需要去注意的 其他的呢 我们还是在第8节去讲 你要知道 一般纳税人转让他取得的 不动产是可以选择减益继税 那减益继税的时候 也可以差额减益继税 差额差的呢 就是你不动产的购置的原价 好吗 另外呢 还需要提示大家的一个小点 就是如果我们同时保留有 取得不动产时候的发票 以及刚才我们所说的 能够证明 弃税继税金额的 完税凭证资料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以哪个 作为你扣除的一个 这个凭证啊 我们还是看发票的 发票是第一选择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 你再把你弃税的 完税凭证拿来 来确定一下 你购房的初始的价格 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一个 小小的程序性的规定 差额继税的 有效的扣除凭证 咱们说差额继税呢 都是在销售额当中 来减除一部分 主要的原因呢 是你没有办法取得 进项的专票 那没有办法取得 进项专票 你没有办法抵扣进项税额 所以这一部分的成本费用 就只能从销售额当中减除 但是呢 你减除 你也得有一个凭据吧 这个凭据它不是专票 但是你也得有一个发票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不同的情形之下 什么是可以作为 你从销售额当中减除 成本费用的有效的凭证 首先呢 如果是支付给境内单位 或者是个人的款项 比如说咱们刚才 讲到的旅游服务当中 你支付出去的这些门票费啊 这些住宿费啊等等 你肯定是从对方 能取得一张发票的 是不是 可能不是专票 但至少有一张发票 这个发票就可以构成 你差额继税的 一个有效的扣除凭证 另外呢 如果是支付给境外单位 或者是个人的款项 比如说在航空运输的销售代理服务当中 那你支付给境外航段的 这个航空公司的机票 那这时候境外的单位 或者是个人 他也是给你开不出来 咱们中国的这种发票的 人家也没有说空系统 所以他会给我们一张 签收的这种单据 这个单据呢 也是可以作为你 从这个销售当中 去扣除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但是呢 如果税务机关 对这个签收单据有疑意的 你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 税务机关可以要求提供 境外的公证机构的一个证明 所以这时候你还得去 这个跑去公证啊 另外对于缴纳的税款 比如说在咱们讲到 融资租赁的差额继税的时候 如果要是融资租赁的 那个标的物是车的话 就可能会涉及到车购税 那你向受取交的这个车购税 也可以允许在 融资租赁差额继税的 销售当中减除 那么你就拿着 税务机关给你开的 这个完税凭证就可以 另外对于政府性的基金呀 行政事业性的收费呀 以及向政府支付的 这种土地的价款 咱们刚才讲到的房企卖房 可以允许把地价款 从销售额当中减除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向政府支付的地价款 财政部门是一定给你 一张财政票据的 你拿着这个财政的票据 才可以把这部分的土地的价款 从你的销售额当中去减除 这些呢就是 差额积水的这些 有效的扣除凭证 接着呢 我们来讲第四个知识点 也就是确定销售额的 最后的一种方法 叫做 视同发生应税销售行为的 销售额的确定 具体来说 我们需要核定的情形 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纳税人 他销售的价格 明显偏低 并且没有正当理由的 相当于是说呢 你有假 但是呢 你的价格不靠谱 数机关不认可 所以需要核定你的销售额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价格 这一块很熟悉了 在增值税的 增税的范围当中的 特殊的行为当中 我们就讲到过 视同销售 纳税人 视同发生应税销售行为 而无销售额的 比如说我们 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我们自产委托加工 或扣进的货物 用于投资 分配送送 这种情况下 增值税都要 视同销售 同时抵扣 进项税额的 那么比如说 我们赠送给了股东 一台车 这个车是没有价格的 那么我们就要去 核定一个销售额 由税务局来 核定的这个销售额 它是有具体的 核定顺序的 而不是说随意的 找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第一顺位呢 就是按照纳税人 最近时期发生 同类应税销售行为的 平均售价来确定 比如说你赠送 给股东的这台车 你刚刚就在卖车 你就是一个 车辆生产企业 那你就以你最近 卖这辆车的 平均的售价 作为你的 计税的销售额 另外如果要是 自己没有 近期同类 平均的价格的话 第二顺位 是按照其他 纳税人最近时期 发生同类应售 销售行为的 平均价格来确定 你可以看看 其他的企业 有没有卖 这种车型的 你可以把它 近期同类的 这样的一个 销售价格拿来 这是第二顺位的 第三呢就是 如果要是你既然 既没有自己的 近期同类平均价 也没有其他人的 近期同类平均价 那我们就只能 去组价了 组价的公式 按照成本乘以 一加上成本利润率 如果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应税的消费品的话 我们说消费税 是价内税 也要把消费税 算到你的 组成继税价格当中 所以我们 首先要明确的呢 就是我们有 三种价格确定的方法 在市场销售的 情况之下 并且呢 它是有顺位的 组价是最后一个顺位 一定是在 纳税人 没有自己 或其他的纳税人 近期同类 应税销售行为 平均价格 可以参考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 我们才用组价 那如果考试的时候 它给了你好几个价格 其中有前两项价格 你是不能用 组价的公式的 那么组价的话 考试当中成本 它会给你 成本的利润率 它会给你 最多呢 它会考到你一个消费税的问题 消费税的税率 如果是从价集成税率 它是一定会给你的 那么如果要是 考到消费税 比如说成本是100万 成本利润率是10% 同时呢 它是一个赠送出去的化妆品 税率是15% 你直接除以1减去15% 把这消费数的税率 加进去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咱们视同发生 应税销售行为 销售额的确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几道习题 来巩固一下 销项税额 这个地方的重要的知识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道单选题 说某百货商场 为一般的纳税人 2021年8月呢 举办的是 换季促销的活动 全部商品是7折销售 取得含税的收入是452000元 我们说 七折销售 它叫什么 它叫做折扣后再销售 先打折再销售 相当于是咱们的一个商业的折扣 那么在咱们销售额的 确定的特殊方法当中 我们就明确了 打折后再销售 是可以把折扣金额 从销售额当中减除的 对不对 并且价款和折扣额 在同一张发票的金额栏上 分别的注明 没有注明在备注栏 程序上也是符合要求的 另外 本月产生因上月销售商品质量问题 而退还给消费者的退款 3390元相当于是一个折让 折让的金额 也是可以从销售额当中减除的 所以本月商场应当确认的 增值税的肖项税额是多少 我们来计算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 它的含税的收入是452000 我们首先要替一个税 对不对 接着呢 退还给消费者的这3390元 也是可以从销售额当中减除的 也要去替一个税 之后呢 再乘以13%就可以 对不对 所以也可以呢 一起除以1.13 乘以13% 最后算出来 它的肖项的税额是 51610元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道单选题 某酒厂A为一般的纳税人 2021年3月呢 确定为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叫做什么 一般货物的包装物的押金 另外呢 就是什么 啤酒黄酒以外的 其他的什么 其他的酒类 对于一般的货物的包装物押金呢 咱们是在收取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计税的 什么时候来计税呢 你合同余期 或者是超过一年的时候 再计税 而对于啤酒黄酒以外的 其他酒 就包括咱们这道题当中的红酒 根本在收集眼中 就没有押金这回事 你以押金的名义 收取的全部的这种价款呢 都直接并入到 你的销售额当中来计税 并且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 这个包装物的押金 它是一个含税价 所以要按照你的这个货物 红酒13%的税率 来价税的分离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啤酒 啤酒其实在包装物押金的 这样的知识框架内 它其实就是一般的货物 它在收取的时候 如果收取了押金 它是先不计税的 而是作为负债来处理的 那么啤酒开具了普通的发票 收取了价税合计的款项是 11300元 另外收取的包装物押金是2000元 那么B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 于2021年的8月份 将红酒和啤酒的包装物 退还给了A酒厂 合同没有预期 并且是在2021年3月 发生的销售行为 也没有超过一年 对不对 收回了全部押金7000元 问一下A酒厂 2021年3月 应确认的增值税的 肖项税额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呢对于销售红酒本身的 这个价款3万元 肯定是它寄税的销售额 对不对 另外收取的包装物押金 也要作为销售额 收取的时候直接来寄税 但是呢要先替一个税 另外啤酒的话 啤酒收取的包装物押金 我们收取的时候先不寄税 什么时候 如果一旦余期 咱们再说税的事 所以呢咱们就直接 以它价税合计的款项 替税了之后 这一些作为它的销售额 再乘以13%得出来 它的销售额是5775.22元 这要抵考的是 包装物押金的一个知识点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说某百分公司呢 为增值税的一般的纳税人 2021年5月采取了 以旧换新的方式 来销售微波炉100台 每台零售价呢是800元 每台同品牌的旧微波炉 可抵100元 实际从消费者处收取的价款呢 是7万元 那相当于是700块钱每台 一共是100台 那么该把货公司呢 当月呢以同样的方式 销售了黄金的饰品18万元 旧香店座价12万元 从消费者手中实际收取的 差价款是6万元 关于上述业务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 这道题考的是 以旧换新如何来确定 它的销售额 以旧换新也要在我们的头脑 框架当中 把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标的物 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呢是普通的 这个物品货物 一种呢就是金银首饰 那么对于一般的货物来说呢 它是要不能抵扣 它的这个回收旧货的这个价款 而对于金银首饰来说的话 是可以把你回收的这个价款呢 从你的销售额当中去减除的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选项 A 该百货公司销售的 每台微波炉 应以700元为计税的依据 这个是对的吗 是错的啊 一定是不能减除掉 同品牌旧微波炉 折底的这100块钱 也就是说 你收购的这个旧货的这个价值 是不能从你的销售额当中减除的 B 该百货公司销售的 金市应当已收取的差价 6万元作为计税的依据 只有金银首饰 是可以以差额作为销售额的 所以B呢是没有问题的 C 该百货公司应确认的 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为多少 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算一算呗 那销售微波炉的话 我们是用800乘以100 那再加上金银首饰的 这个差额的6万 除以什么 1.13提税的之后乘以13% 那最后的答案呢是16106.19元 这个我们回去自己算一下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A 企业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2021年6月买入了B上市公司的股票 买入价呢是300万 支付的手续费是0.05万元 当月卖出其中的50% 发生了买卖负差呢是15万元 2021年8月呢 卖出剩余的50% 卖出价呢是220万元 支付了手续费0.06万元 印花税是0.22万元 问的是该企业2021年8月 应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钱 并且告诉你以上价格都是含税价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呀 考的是咱们差额技术的第一项 转让金融商品 在转让金融商品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咱们整个金融服务的 四项服务当中 唯一一个可以差额积税的 是用卖出价减去买入价 并且有两个小的知识点 第一呢就是 卖出价减去买入价 确定销售当中 我们是不考虑任何税费的 所以在这道题当中 什么手续费呀 什么印花税呀之类的 卖出买入过程当中 所有的税费一律不考虑 直接就用你的卖出价 减去你的买入价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是可以考虑复差的 但是只能考虑截转年内的复差 年内上一期的复差 可以在本期计算你销售额的时候 直接把它减除掉 但如果一旦跨年了这个复差 是不能去考虑的 但这道题当中 我们来看是六月买入了 八月卖的 那么上一期呢 有年内的复差 十五万元是可以考虑进来的 所以这道题当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八月呢 卖出的剩余的百分之五十 那我们买入价呢 是三百万 那卖出百分之五十成本呢 就按一百五十万来算 卖出价是两百二十 买入价呢 是一百五十 同时考虑到上期的 复差十五万元 并且呢 替税 因为我们告诉你了 价格当中是含税的 除以一加上百分之六 再乘以百分之六 最后算出来 它的答案呢 是B 对不对 接着呢 我们来看几道真题 首先呢 来看一道2017年的单选题 对于下列增值税 应税行为 计算 肖像税额时 按照全额来确定销售额的 A 贷款服务 一定是全额来确定销售额的 咱们强调的是 不能把你存款利息的支出减出 对不对 另外B呢 金融商品的转让 这个呢 是可以查额计税的 C呢 是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客运厂站的服务 这个是我们可以把支付给司机校王的 实际承运方的这一部分的价款呢 从你的销售额当中去减除的 所以是可以查额来积税的 D呢 经济的代理服务 也可以把向这个政府部门支付的这些什么基金呀 之类的都是可以去减除掉的 所以这道题选的是A 再看一道2018年的单选题 下列的行为当中 在计算增值税 销项税额时 按照差额来确定销售额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选择题当中 它就是以文字的形式来去考察你的 但未必是让你去计算 所以呢 我们不但要去理解它的原因 在初计算的时候要能算准 同时呢 我们还要以实际性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记忆的方式 去把每一项都记牢 A呢 是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服务 它是全额来积税的 B呢 是企业逾期未收回包装物 不再退还的押金 那就相当于是 直接并入到你的销售额当中来算税了 不会涉及到全额差额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C呢 是转让金融商品 这个呢 是差额的来计税 D呢 是直销员将从直销企业购买的货物 在销售给消费者 这个是属于咱们特殊的销售行为当中的 两次销售的问题 也不是涉及到全额或者是差额 所以这道题 差额计税的呢 只有C 接着呢 我们就以导图小节的形式来总结一下 咱们销向税额的 计税销售额的四种确定的方法 这四种方法呢 其实我们花了好几堂课的时间来讲 如果你在我讲的每一项当中 都已经理解了它的原理 那么最后 你的脑子当中 其实就应该凝练出来一张导图 通过导图 我们就可以完整的把这个知识点 形成一个 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思维体系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 一般销售方式下如何来确定销售额 它的这个销售额当中 包含了全部的价款和价外的费用 注意价外费用 它一定是含税的 要注意提税的问题 另外不包括的那几项 什么这个代收转付的呀 还有什么从委托方收取的这个消费税呀 等等啊 这些 有一个共性的特点 就是它一定是代收的款项 一定不是纳税人能实际揣到自己兜里的钱 所以这一部分呢 是不包含在我们的销售额当中的 那么在特殊销售当中 我们有这一些销售的类型 首先跟折扣相关的 折扣的销售 也就是先打折再销售 也就是会计当中的商业折 是以折扣后的销售额 作为你的计税销售额 如果是销售折扣 也就是会计当中的现金折扣 那只能以折扣前的销售额 作为你的销售额 如果你给对方打的这个现金折呢 是可以走你的财务费用 在起税这个税前扣除的 但是增值税当中 咱们就一定要以这个全额 作为销售额 另外对于销售的折让和退回呢 确实是可以以折让后的金额 作为你的计税销售额 那么在以旧换新当中 我们分成是一般的货物 还是金银首饰 如果是一般货物的话 全额计税 如果是金银首饰的话 才可以把你收购的 这个旧的金银首饰的价款 从你的销售额当中减出 另外在还本销售当中呢 就是按照你实际的货物售价 作为你的销售额 你至于之后的这些年度 你还出去的那个本 是不可以从你的销售额当中扣除的 那么在以物一物当中呢 我们强调的是一定要计税 肖像你是必做的 那镜像能否可以抵扣 关键呢是看你的用途 以及看对方有没有给你开一张 合法合规的专票 那么在包装物的押金当中 对于一般的货物 收取的时候作为负债 不征税 什么时候逾期或者是超过一年了 才并入到销售额当中 并且注意 如果一旦成为了寄税的包装物押金的话 一定要加税分离 对于啤酒和黄酒以拜的酒类的话 那根本就没有包装物这回事 收取的时候直接就寄税了 对于直销的情况 那如果是直销企业先卖给直销员 直销员再卖给消费者 咱们算两次的销售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就要两次寄税了 但如果是直销员就是直销企业的员工 那直销企业通过直销员将产品直接推销给了消费者 算一次的销售 另外在贷款的服务和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当中 我们强调的是不能差额寄税 只能全额寄税 在整个的咱们的进入服务当中 只有转让金融商品才允许差额寄税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差额销售的知识点 首先对于金融商品转让 我们要明确是可以差额寄税的 差额销售额就是用你的卖出价钱去买入价 不考虑中间的任何的税费 另外在转让金融商品当中 有一个特定的知识点 叫做限售股买入价的一个确定 因为限售股的类型不同 所以限售股买入价在不同情形之下 如何来确定 这个你是要去背下来的 另外对于经济代理服务 支付出去的政府的基金 行政事业性的收费 都是可以从销售额当中去减除的 另外对于融资租赁和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二者都是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 但是他们两个计税方法是不一样的 虽然都是差额寄税 但是怎么差 对于融资租赁来说 是以含着本金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减除掉你支付出去的借款和发债的利息 如果要是你的标的物质车的话 再减除掉一个车购税 以这个价格作为它的寄税销售额 如果是融资性售后回租的话 是以不含着本金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减除你支付出去的什么借款和发债的利息 作为你的寄税的销售额 另外注意对于融资租赁来说 它是属于现代服务当中的租赁服务 它的税率是13%或者是9% 而对于融资性的售后回租来说 是属于金融服务当中的贷款服务 它的税率是6% 另外对于航空运输企业来说 也是可以差额寄税的 怎么差 以收到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减去机场建设费 也就是交给国家的政府性的基金 民航发展基金 再减去你代收转付的一些价款 以它作为寄税的销售额 另外对于航空运输的销售代理企业来说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减去支付给境内或者是境内航段的 这种机票的结算款和相关的费用 作为寄税的销售额 那对于提供客运场站服务的 纳税人来说呢 是以取得的全部价款 减去支付给实际乘运方的运费 作为销售额 那么对于旅游服务来说呢 咱们是可以选择差额寄税的 如果你选择差额寄税的话 就已收到的全部的价款和价位费用 减去支付出去的什么 住宿餐饮交通签证门票费 还在减去支付给地阶社 其他集团企业的费用 作为这个差额的销售额 但是呢 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选择差额寄税的话 就只能差额开票 如果你想全额开票 必须全额寄税 另外对于房企售房来说呢 我们在一般的寄税方法下 才可以选择差额寄税 可以从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当中减除掉支付给政府的 这些允许扣除的土地的价款 另外这些土地价款当中 又包含着一些细节的什么 那个支付的什么拆迁补偿费用啊等等 这块呢 要去明确一下 那么对于建筑服务来说 它跟房企售房刚好相反 它只有在减易的寄税方法之下 才允许它差额寄税 所以我们既允许它减易寄税 又允许它差额减易的寄税 但是只有在三种情形之下 才允许它减易寄税 另外对于非房企转任二手房 老项目如果咱们选择减易寄税的话 是可以将不动产的购置原价 或者是取得时的作价 从你转任二手房的 收取的这个收入当中去减除掉的 另外呢 对于房企售房 对于建筑服务 以及非房企转任二手房 这个是属于咱们在第八节 还会重新的去强调的内容 这一块呢 我希望你听懂一个原理 等到学完第八节 我希望大家回头呢 能再把这三个知识点去看一下 另外呢 第四种确定销售额的方法 叫做适同销售的情况 那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去适同销售 核定它的销售额呢 第一种呢 就是价格明显偏低 并且没有正当的理由 那这个相当于是说 你有价格呢 但是呢 这个数据不相信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视同发生应税销售行为 而无销售额 这个相当于就是你没有价格 那在这两种情况之下 咱们去如何核定它的销售额呢 我们有一个核定的顺序 第一顺位呢 就是按照纳税人自己的近期同类的平均价 来作为它的销售额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再找找 有没有其他人的近期同类的平均价格 如果还没有的话 我们就只能组价了 组价是最后的一个选择 用你的成本乘以1加上成本利润率 如果呢 是应税的消费品的话 还要考虑到一个消费税的问题 那么消费税怎么考虑进去呢 是在第三章的消费税当中 我们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学习 好吗 这就是咱们整个的消费税额的部分 那么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里 拜拜